數學題目 進到考場看到這麼難的數學題目 相信不少考生應該不知道該怎麼動筆 今年大學學測第一科數位的考題 可以說是史上最難 去年是史上最難 那今年的題目出來以後 去年就是史上最難 就變成今年變史上最難 就是 就是失去學測的鑑別度 對中商來想應該沒有差 尤其數學特別好的人這次很智慧 那可能對數學差得他會很高興 因為他本來就差了 那今年的學測我們大家下次認得一遍 我還要拿 所以可能今年會要看其他課 如果只看數學課可能就重考了 考題難度之高 連補教友是在進行解答 也覺得無法像往你一般可以快速完成解答 整體考題計算量偏大 得綜合跨單元概念 像是第九題 要對平面向量有全面的理解 才有可能解出答案 第三題有些難度 只要評量考生是我能結合 多項是廚師原理 和多項是函數圖形 必須理解列式所代表的意義 才有機會順利解題 第17題 則是評量考生對於平行六面題 體系公司計算 或使用適當的科系不忍視 或者聯合公司來求解其職 如果無法融會貫通各章節 就會顯得困難重重 好的今年是那個多選題 可能好像需要多點時間看管 不像之前的 因為我們知道學校的題目 應該不會太複雜 那今年多選題 每個題目都很複雜 那今年可能就是沒有基本題 基本題非常少 像以前大概都有五到六題的基本題 那今年基本題幾乎是沒有 所以說哪一題比較難 其實難度都差不多 就是每一題都需要去 靜下心來思考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股票孤的比去年還要定 觀看